第九百一十一集 张叶长生而起 扫视了一下 一个月前的讲道 有九百多位存在赶过来 这一次讲道 还没有开始 就有一千二百多个存在赶过来了 那个家伙还没有出现啊 张叶的心里暗暗叹息一声 准备讲道 一千二百多位存在 见到张叶都是微微顿手 张叶点点头开始讲道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长生 上山若水 水善理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故其余道 再迎破报衣 能无离乎 专气智柔 能阴而乎 这一次讲道 依然是六章 第十二章结束之后 张叶说道 本次讲道到此结束 一个月之后将进行第三次讲道 一位树形的存在站起来 朝着张叶摇摇一拜 收道 听道有讲道 受益不浅 上次来的匆促 有些事里 本次听道 吴带有果子三枚 现语道有异常 说必三枚果子 从虚空中飞出 飞到张叶身前 张叶心中知道 这个存在 并不想欠下自己人情因果 因此送出一份大礼 来抵消因果 这三枝果子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但实际来临 估计可以吓死很多修炼者 张叶微微点头 以示感谢 这个树形存在 送出果子之后 其他的存在 纷纷行动进来 听道有讲道 大有收获 此乃一块通灵玉 现语道有赏玩 听道有讲道 受益肥浅 此乃无酿出来的一坛酒 现语道有消遣 此乃 吕竹老祖退化时 遗留下来的一节之干 现语道有赏玩 一千二百多个存在 无一例外 都送出一份大礼 半炷香的时间里 张叶面前就堆满了宝物 冲天而起的宝光 和道场隐隐应和 照得道场一片辉煌 听道的存在们 散去之后 玄玉连海 打量着堆积如山的宝物 显得有些兴奋 就连光明玉黄印 面对这一大堆的宝物 亦是饶有兴趣 好家伙 这是一块亿亿年 灵和玉 已经有了灵性 可以滋养灵魂 可以提升精神力 这是第六部天尊以下最好的 运养精神力的东西了 这肯定是灵和天尊送出来的 这老家伙真是够大方的 这块玉名叫运灵玉 可以隐瞒天道法则 保存一点真灵 修炼者达到一定的地步 可以施展出大神通 就算敌人留下了分身 留下了血肉 也可以依照冥冥中的大道法则 把分身和血肉抹杀 根本不给敌人滴血重生的机会 但这运灵玉 却是神妙无比 打入真灵之后 就算是真身陨落 也有机会可以重新活过来 这是保命的好东西啊 哦 这又是一块玉 是玉皇天尊踏上第七步天尊时 受到天尊意志浸染的一块黄玉 此玉之中 封印着玉皇天尊的两道力量 打上一只烙印之后 只需心念一动 可释放出其中的力量轰杀敌人 一共可以使用两次 这个也是保命的好东西啊 玉玉连台津津津有味地介绍了一通 最后评价道 这些东西都不错 即使是第六步的天尊 要想拥有一剑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只有拥有大机缘 大气愿的天尊 才有可能获得那么几剑 道友 你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了一千多剑 实是厉害呀 一千多剑宝物之中 绝大部分的宝物 玉玉连台都是不屑一顾的 但也有一些宝物 让他都有些心动了 张爷瞟了玉玉连台一眼 说道 这些东西 你可看得上眼 玉玉连台黑黑一笑 大部分的东西都看不上眼 不过嘛 如果道友你肯送给本联台 本联台还是愿意收下那么 十剑八剑的 张爷大手一捞 所有的宝物都被收起来了 玉玉连台发出忧原的弹息 张爷呵呵一笑 你也是一个老家伙了 灵智诞生了这么久 我不相信你手里 没有一些好东西 要想得到宝物 就拿出你的收藏来换 光明玉黄印 温和地说道 道友 你就别想他的收藏了 这个老家伙 一直以来都是一毛不拔的 谁也别想从他的手里 得到好处 玉玉连台蹦了起来 你还不是一样啊 还好意思说本连台 两个先天道气吵了起来 不过吵了几句之后 他们就消失了 刚才他们也听了张爷的道 需要继续疏离和感悟 再说了 在道场之中感悟修炼 乃是绝世纪远 如果不是沾了张爷的光 他们根本不可在道场之中修炼 哪怕他们都是先天二贫道气 如果没有张爷的话 他们只怕已经被扔出去了 这种机会 不好好珍惜的话 简直就是傻子了 张爷也进入修炼状态 上一次张爷主要是感悟 这一次张爷决定提升自己的肉身 在大道气息的浸染之下 张爷肉身已经朝着天尊之躯蜕 这种蜕变是完美的 完全不用担心有什么后遗症 现在张爷决定加快这种提升 身躯之中隐藏的阵法 被张爷一一找出 并且完善 每一个刹那间 张爷都找出一批阵法 并且加以修复 张爷体内的完美阵法 在飞速地增加着 无休无止 六千万 一亿 体内的完美阵法 达到一个亿的时候 张爷终于感觉到了稚固 他再也无法找到新的阵法了 张爷无惊无喜 运转着身躯内的力量 一次次洗刷着身躯 每一次洗刷 张爷的肉身 都会调来一点大道气息 用大道气息来提升肉身 让肉身一次次突破极限 更强更完美 在元节之中 半步天尊 紧接到天尊的过程 就是领悟完九条主法则 然后借用大道气息 来淬炼神躯 但他们的淬炼 都是小心翼翼的 并且每天淬炼的时间 都很短 否则 灵魂就会被大道沾染 失去了自己的思想 但张爷就没有这个过滤了 蒙天道场 异常的神妙 这里面的大道气息 乃是天地出生之时 遗留下来的气息 纯正而温馴 因此 张爷只需埋头淬炼 就行 其他的统统不用管 再说了 张爷敢这么做 也是有着原因的 他知道自己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肉身不断地变强 张爷知道 自己距离感悟第六道主法则 已经不远了 以肉身入道 并讲究感悟 身体本身就蕴含着大的奥妙 只不过绝大部分的修炼者 无法觉察到而已 以肉身入道 只要肉身强悍到一定地步 自然而然 就可以解开身体中的大奥妙 领悟到下一条主法则 整个过程 完全无需参悟什么天地大道 终于 张爷感觉到了 第六条主法则 水到渠成 张爷成了领悟六条主法则的半部天尊 从半部天尊到真正的天尊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元界之中 一个半部天尊 要想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天尊 至少也需要五万年的时间 这还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 绝大部分的半部天尊 都无法成为天尊 张爷在道场之中 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 就多领悟了一条主法则 这种修炼的速度 简直是 旷古朔金 距离第三次讲到 还有一些时间 趁着这点时间 我可以完善一下计算阵法 计算阵法 也是非常重要的 张爷想到此处 心念微微一度 开始完善计算阵法 张爷心念沉入体内 心念微动间 一处计算阵法散开 然后快速地组合起来 每一次组合都完善一份 这就是计算阵法的好处了 如果是计算傀儡 要想完善的话 就非常麻烦 需要寻找材料 需要花费时间练制等等 但身体之中的计算阵法 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组合 随心所欲地完善 这种过程 只消耗一点气血和精神力而已 三天之后 张爷重新布置一个满意的计算阵法 这个计算阵法的计算速度 比先前整整提升了三十多倍 提升三十倍 这绝对是一次飞跃 要知道 领悟了第六条主法则 张爷能够布置出来的计算阵法 是数千万级的 数千万个阵法 一个提升三十倍 张爷的计算力 将会达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有了恐怖的计算力 张爷无论感悟什么 都会快速地多 不知不觉 第三次讲道 又到了 这一次讲道 前来听到的存在 依然只有一千二百多个 显然 整个上古玉切之中 有资格前来听到的 也就一千二百多个了 肯定有一些远古存在 没有过来听到 但这种远古存在 是非常少的 这次讲道 张爷又讲解了六章 如此一来 就讲解到了 第十八章 这些存在 在离开的时候 又送了张爷一大堆的宝物 张爷欣然笑纳 等这些存在散去的时候 张爷的心里默默存到 已经讲了三次道了 这次计划 成还是不成 就看第四和第五次讲道了 我就不信 你能忍得住 时间悠悠 对于上古玉切的 普通修炼者来说 这段时间 完全是平平淡淡 和以前没有丝毫的不同 但对于上古玉切的 顶尖存在来说 这段时间 无疑是他们 最惊喜 最幸福的一段光影 每个月 他们都可以听到 一次高妙的 道论 导音 越是听到 他们就越是心惊 越是佩服 听了三次之后 他们心里 已经无比地肯定 自己所听到的 乃是真正的大道 其中的道义道论 精彩到了极点 越是听下去 感悟就越深 收获就越多 很多的上古存在 已经感觉到境界的松动 一些第七步的存在 已经突破了 这是让他们感觉到 惊喜 幸福的原因 但同时 他们也感觉到 很痛苦 很矛盾 他们不知道 应不应该听下去 他们心里明白 像这种真正的大道 自己听了 就会结下大因果 这种因果 并不是一点宝物 就可以抵消的 我第五次讲到 有言者接客来听之 蒙天道场又传来了声音 又讲到了 又讲到了 我听还是不听的 听还是不听 时时难以抉择 我修炼了无尽数月 到现在 居然又陷入了迷惘 如同凡神般 瞻前顾后 悲哉呀 我坐一下 看看那些老家伙 如何选择吧 如果他们也越过去 我也就随之 我 他们果然过去了 那就继续听到吧 虽然心里矛盾至极 但一千二百多个 上古欲揭大能 却又早早地 赶到了蒙天道场 没办法 这种精妙的道论 他们实在是 找不出不听的理由 如果他们不听 只怕念头都不会通达 既然如此 那就来吧 正是在这种想法之下 一千二百多个存在 一个不漏 又跑过来听到了 张叶现身 继续讲道 这次讲道 张叶一开口 立即让上古欲揭的存在们 颤抖不已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既兮料兮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带 可以为天下母 无不知其名 自知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是 是曰远 远曰返 古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义大 狱中有四大 而王 居其一眼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随着张叶的声音 阵阵奇异的声音出现 这是大道之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